好 比赛开始 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优酷体育 为您带来的2019到2020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苏州肯迪亚对北京首钢的比赛 本场比赛是由朱彦硕老师和我王岗 一起为大家带来中文的解说评述 史洪飞上来一个超远的大号 你好 我就两个人 所以今天就是江苏队在面对他们 他的时候不要想的太多 我相信很多球员 相形之下他们在进攻方面 他也会稍微弱一点 大队长 经济独立 好啊 高难度 这两个人是特别明显 毅力突起来 双人防守还是左手上来打击 毅力打球是很艺术 非常好看的一名球员 这个身高臂展 哎呦 这最后上来这一下 差那么一点意思 这个起跳高度 好啊 这个还是比较稳健 因为这个因为你的基本功 他不会姓欧或是姓美 对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多的 这些欧洲的篮球的理念 嗯 这小川 以前包夹 跟进中路空了 可以啊 这球啊 这小川很聪明啊 嗯 不给出球 哈密尔顿这个点 中距离有 对 他有中距离 中投能力啊 呃 阵容上来说江苏队也是 少一个 呃 本土的四号位 球拉育他这左手太好用了 好球漂亮 嗯 左右开弓 王龙齐 没办法北京对这个 连防的质量很高 毅力只能强行出手 这个球太难了 这个球 嗯 嗯 哦 篮下基地好球啊 大快 给到贾小坑 那他没有对人最令人头动的是 他在高中锋的位置 这拉路一查 拉到外线 招一招 拨回来 可是这个球没想到 这家的票 一里一个人防 诶 这个球没有 哈哈 就有身体接触的那样一个阻力 美式训练法 对 他可以把球员在练球的时候 他会的水平 嗯 几乎都可以运用在整个比赛里面 然后孙希啊 在篮下这么好的机会 回头队 各种手续 体检 注册 今天应该会到 哇王肖辉 王肖辉今天已经多次命中外线的三分球 所以吴冠希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可以制造一些混乱 漂亮 这就是拉杜利查的作用 对 战手就有 战手就是两个内线 互相的 也是很可惜 所以像吴冠希跟拉杜利查两个人在场上联手的时间越久 对江苏队是越有利 这项运动是要看人才的 但是呢 当有很多新兴的公司也加入之后 你的人才万一留不住 对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上直播吧 参与CBA比赛热门话题讨论 我们将会精选出留言 登上优酷体育直播 中国篮球看优酷上优酷看CBA 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 看球答题坐紧李贯篮救下 红方 除非在一个好球有空位就会进球 对 能够期待说毅力你还有这样的体能去追着他 对 杜利查要被打 对这球强攻好球 有问题 抓下篮板球 只能压住阵地来慢慢的磨 史洪飞超远 有了 史洪飞太棒了 太棒了 好林苏豪的是黑球 黑球林苏豪 缓成功 卡那再给一下 哇这球给的很好 现在江苏队要注意的就是 林苏豪冲起来了 啊这球没拦住 真心的经验提前一步到位 看表顿漂亮 看球漂亮 他在这个在低位做事情比较好 有来了 很轻松啊 嗯 两头一转 对史洪很客气 对 林苏豪自己 嗯 林苏豪自己得 新鲜 一 九分 一